今年休斯顿地区夏季教师研习会 8月7号在乔教中心展开围棋三天的研习课程 江熙美、胡龙华两位教授 带来了许多新的教学观念及方式 为休斯顿的华文教师 借着暑假期间好好的充电一番 准备好迎接即将来临的新学期 结业事上主办单位也准备了纪念品 感谢两位前来教授的教授 每年的暑假期间 休斯顿中文学校联谊会 都会为当地华文教师安排进修课程 今年邀请来自台湾明传大学 华语教授系的江熙美教授 美国布朗大学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 胡龙华教授 为这次研习会的主讲人 课程内容 从乔校转型的省思 如何进行绘本教学 避免学生扬腔扬调 到教案教聚的制作等 帮助华文老师 未来面对华裔子弟及非华裔子弟 都提供了更多不一样的教学经验及方式 这次的研习会不仅仅是对我们传统乔校的学生的教学有极大的帮助 对于我们现在乔校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外籍学生的教学也是非常有帮助 最后一天的结业事上 乔校中心副主任李美兹 乔务委员王秀兹 李淑英 及乔务促进委员王美华 列席 颁发结业证书 并赠送纪念品 请感谢两位主讲教授 为海外文化传承所做的努力及贡献